戰爭在每個區域有的是打不下去 像烏克蘭它的軍火不夠 而在當時大家很擔心的伊哈戰爭可能會擴大到伊朗 果然現在已經越來越接近大家擔憂的狀況 這使得石油的價格大漲 在本週大漲了4.5%跟4.79% 也就是說通貨膨脹可能又會回來了 這是中東的緊張局勢